马苏回应红毯事件,你看懂了多少?只为抢镜 这年头,走红毯还在靠摔跤抢镜 我们马苏就比较牛了,直接自创了一条新记录,可谓前无古人,后无来者 摔跤?太小儿科了吧,我直接站着步走,论抢镜,就问还有比我们马苏更6的 想必这话题你也看腻了,那么,今天来点不一样的 然而,这都不算啥,我们马苏的回应貌似更为抢镜 所有集不垮我的,只会让我变得更强 5月11日晚9点16分,马苏发表自身看法 在红毯上足足呆了6分钟,迫于各种外界压力,说他齐谁 一般人只要待时间长了就会被记者赶走,就连范冰冰这样的擦位也都只是低调的待2分钟就走了 3分钟 然而,这背后的原因你知道多少? 作为艺人,背后的辛酸你又知道多少? 今年的红毯自拍互动,摄影师不拍你就真的没有镜头了 当然,想比马苏早已料到会有各种贬低声,谩骂声,要说他内心没有丝毫波动,那肯定是不存在的 想再演艺圈生存,没点技能怎么行?我不摔跤,我在这带久一点,论谁更抢劲 要说我们马苏的内心可谓十分强大,演艺圈可不是那么好混的,这厚脸皮的技能,可不是一般人能get到的 说到这里,是否想过你所认为的可能都只是你以为,背后的原因恐怕知之甚少 试想一下,有谁真的想冒着被众人的指责,谩骂声只为抢着几分钟的镜头? 这里,我想我看到了生活的不易,生活的艰辛 接戏接到一年365天不带休息,在美光灯下的她总是那么的惹人羡慕,但卸下明星这层披风,她也只是一个柔弱的女人 如若不柔弱,又怎虚装坚强?其实,很多时候,我们也只是看到了冰山一角而已 总得来说,演员之路着实艰辛,在这华丽的背后却也透着种种心酸 如果你不能站在道德的最高点,请不要用道德的至高点指责别人 明星也只是人,为何我们一定要给他们墙加上圣人的头衔,并要求他们必须背上这程度的偶像包袱?